女朋友跟陌生男人走出酒店电梯 我心如止水 一出门他就给了我大大的拥抱 然后塞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 欢快到这钱应该够喝一个月的酒 信封里是一打百元大钞安宁竟想用这钱喝酒 这钱本是给他堕胎用的 我牵着安宁的手 走出酒店他紧紧依偎在我怀里小鸟依人 在外人看来我们该是一对恩爱情侣如交似妻 可实际上我们之间没有半点感情 至少是没有爱情 我们能走到一起靠的是同类相惜 都对活着没了盼头又没有去死的勇气 搭伙过日子罢了 酒店门口安宁随意说道 要不那是过段时间再说 现在还是去喝两杯 正是要紧不能再拖了 我语气严肃不容辩驳 先去打胎然后想做什么都随你 他撒娇般摇晃我的胳膊 过两天再说嘛求你了好不好嘛 我有些犹豫 我在路边停下脚步轻抚他略微隆起的小腹 软软的很舒服 突然肚子表面抽动了一下 我迅速收回手 那一刻我久违地对新生命生出了敬畏之心 我更加坚定这孩子一定不能让他生下来 像我和安宁这样的人 说不上哪天鼓足了勇气 就会去死没了父母孩子该怎么办 现在立刻去打胎 我还没从敬畏情绪中走出来 从他大声吼道 你脑子有病啊 除了酒吧我哪都不去你管不着 安宁也迅速变脸更加大声地咆哮 他这一喊隐瞒了周围人的围观 就知道是这种结果 他想做的事我从来改变不了 我不再说话就这么盯着他的眼睛 对不起我不该冲你大喊大叫 他顿时又像是受了伤的小鹿 可怜至极眼泪挂在眼角 一会儿要不要给你带些吃的不用 他点起脚在我脸上轻了一下 转身朝着酒吧方向走去 再没了刚刚的暴躁 只留我呆立在原地 没有人能预判安宁情绪变化的规律 望着他的背影我心中无悲无喜 只有无尽的茫然 不知过了多久哥们牛啊 女朋友都怀孕了 还让他干这个赚钱 挑衅的正是刚跟安宁开房的男人 我不理他往路旁一辆房车走去 那根本仍不罢休 兄弟劝你明天买个帽子 遮着点头顶绿光 我走进房车关上门 嘲笑声被隔绝在门外 对于这类不痛不痒的嘲讽 我早已麻木懒得回应 若是哥在以前 我一定会打得他乱人爹骂 走进房车 跳跳用汪汪的叫声表示欢迎 朝我扑了过来跳跳是只狗 我轻抚他的小脑袋 你主人喝酒去了 今晚又剩咱俩了 房车里堆满了旅途中留下的空酒瓶 跳跳在其中穿梭 时常会被绊倒 顺着车窗 我看见那个男人钻进一辆号车 透过玻璃冲我竖起中指 扬长离去 我心头一阵一样久违的疑痛 上次心痛是什么时候了 我来到洗手间关上门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发了很久的呆 镜中男人头发垂到耳根 胡子也有许久未刮 眼圈发黑 脸色是病态的苍白 三分四人 七分像鬼 看着镜中的自己 我不知从哪涌起一阵情绪 哭一阵笑一阵狼狈至极 我怎么会沦为这般模样 历历往事涌上心头 27岁那年 我迎来了人生的滑铁路 先是年初的时候 生意上出了问题 那时年少无知做生意赚了些钱 就分不清运气和能力的边界 信心膨胀将生意扩张到好几个领域 自信超过能力边界必然会出问题 很快我就为年少轻狂付出了代价 合伙人联合设套卷钱跑路 公司成了空客 债权人纷纷上门讨债 我输光了这些年的全部积蓄 近乎破产 而生活的磨难 才刚开始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 商场势力消磨了我一半的锐气 钱没了交往了半年的女朋友 迅速离我而去 临走前她还对我大肆羞辱一番 骂我耽误了她的青春 本以为能跟我吃香喝辣 没想到险些就沿街乞讨 情场势力击垮了我井上的锐气 有时候命运不仅会击垮你 还要彻底将你击溃 没过多久 老家那边又传来噩耗 我父母在送菜的时候 遭遇意外事故送到医院时 已经没了呼吸 至亲遇难彻底击溃了我 自此一蹶不振 像我这样的废物 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即使狗活 谁又值得我为之努力奋斗 自那以后 对我来说活着的每一天都成了煎熬 我像行尸走肉斑 浑浑噩噩穿梭在钢筋水泥构筑的囚龙中 甚至有好几次 我站在高处都想要一跃而下 了结残生 虽不想活 可我却始终没勇气迈出这一步 生无趣 死不敢男人活成这样真丢人 我每日借酒交仇 靠着酒精麻痹才能入睡 而我跟安宁的相识 源于一家酒吧 名叫烟雨酒色 烟雨艳雨 酒吧喧闹 我每次都坐在角落里 任由各种酒灌入肠胃 麻痹神经 直到剩余最后一丝意识才离开 打我第一次去那家酒吧时 安宁就是里面的名人 名非好名 常去那家酒吧的人 都知道酒吧里有个女人 放荡不羁 只要稍微看对眼 晚上就能带出去 那段时间 我耳朵里灌满了安宁的传说 据说他在这家酒吧喝酒 根本不需要付钱 仅仅是他的到来 就会吸引大批 慕名而来的男客人 他每晚都比我晚到些 一般先喝两杯鸡尾酒 然后喝啤酒五吃打开后 他总是第一个 跳上去风魔般舞动 妖娆妖枝 不得不承认 他无论是长相 还是身材都属最顶级 当然像我这样的落魄男 自然入不了他的眼 在我的印象里 他甚至从未正眼看过我 有时候我赶在酒吧关门后 才离开 能看到他跟不同的男人 挽着手去酒店 而我还听说他有个规矩 绝不会跟同一个男人 睡两次 我听了之后 呵呵一笑 我们这种迷恋肉体刺激 狗炎而活的人 哪还有什么原则 真是可笑 既当又利 而我们相识的契机 要从一条狗说起 一天晚上 我又来到烟雨酒四 那天喝得实在太多 胃里一阵翻滚 就拐出酒吧后门 想要抽根烟 酒吧后接昏暗闭塞 少有人来 出了门就听到不远处 有一阵狗飞声 寻声望去 瞧见有两个 最久难 正用木棍抽打一条狗 并以此为乐 更可恨的是 那只是条小型宠物狗 还被人拴在了树上 我瞬间一股无名火起 冲上前路知道干嘛呢 酒喝狗肚子里去了 俩大老爷们欺负一条狗 不嫌丢人快滚 这是你的狗 其中一人明显心虚 是我的再不走 我报警了 我说谎 兄弟不好意思 我哥俩以为这狗没人咬 对不起了 两人边道歉边快不离开 我蹲下身 见小狗的身上有血迹 夹着尾巴吓得瑟瑟发抖 我赶紧把他搂进怀里 轻柔地抚摸他的小脑袋 过一会等他稍微镇定之后 就轻密地用舌头舔我的手 恰好在这时候 身后有女人说话的声音 你干嘛呢 说话之人正是安宁 他小跑过来 身上酒气比我还重 蹲下身 小狗顿时兴奋地 扑向他欢快雀跃 原来安宁是这狗的主人 人喝酒把狗拴在树上 真够有心的 他注意到小狗身上的伤 随即大骂倒 你个死变态 臭变态对一只狗下黑手 你怎么不去死 好心被误解 可我却懒得解释 只是瞥了他一眼 就要转身离开 可他却是不依不饶 挡在我身前越骂越难听 泼腹骂街不过如此 可在此时 小狗竟是咬住他的裤脚 往后拉拽 然后又挡在我俩中间 冲我摇起了尾巴 他似乎明白了什么火气 瞬间消了一半 我没心情跟他解释 原路返回酒吧 那天夜里 我知道酒吧打烊才离开 出门后 正瞧见安宁等 在门外手中牵着小狗 他静止走向 我是我误会你了 抱歉小事 他媚惑笑道 要不我换个方式给你道歉 我自然知道他在指什么 那时我已堕落 但凡遇到辽得来的女孩 也常带出去 借此刺激肉体麻木神经 可没料到 看似偶然的露水情缘 却让他成了我的女朋友 第二天一早 我感觉头痛欲裂 迷迷糊糊睁开眼 安宁躺在我怀里 我正正地盯着他 回忆昨晚的事 他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人 大概率没有之一 属于老天爷赏饭的那种好看 我稍一动 他也醒了 他愣愣地看着我 似乎也在回忆昨晚的事 皱了皱眉 过了半晌后的第一句话 却是 我狗呢 我们找遍了酒店房间 都没发现 跳跳 推开房门 小狗就趴在房门外 眼神哀怨 看着我俩咬着尾巴 走了进来 钻到床底下 谁都不理 原来昨晚进门时 我们竟把他关在了门外 安宁输了口气 小家伙是在跟我耍脾气 我没接话查 他迅速冲了的澡 穿好衣服 对我说走了 我点了根烟 冲他点头一笑 他叫了声 走了跳跳 小狗趴在床底下 纹丝不动 又叫了一声 依旧不动 安宁顿时火大 硬拉着他的前腿 拽了出来 嘴里还教训道 再不听话 就把你扔垃圾箱 谁料跳跳迅速咬住我的裤脚 说什么都不肯松口 那情景就像是我 才是他的主人 安宁则是一个 要夺走他的坏人 这下子真把安宁 气到了骂到 忘恩负义的东西 你跟别人过吧 我真不要你了 说完他转身就走 留下我还有一条狗 大眼瞪小眼 安宁一走跳跳 立刻松开了我的裤腿 原地追尾巴转圈 自顾自玩了起来 几分钟后 安宁再次出现在门口 望着根本不惦记他的小狗 他选择了妥协 重新坐下 而见到主人返回后 跳跳再次咬住我的裤脚 像是在说 千万别带他走 舍不得小狗安宁 也就不着急走了 随口跟我闲聊起来 同类人只要相遇 必然互相吸引 这是定律 用安宁的话说 这么多年 我从没遇到过 像你一样懂我的人 他说我懂他半对半错 实际上 我只是比常人更 了解一个 对生活失去希望 随时准备死去的人 迷留之际 在想什么 他对我说 他也曾无数次想要自杀 可始终没勇气迈出那一步 既然不敢死 又没办法好好活着 那就过一天算一天了 甚至我们聊起 站在二十几楼 往下看时的感觉 都一模一样 他还告诉我 他有严重的抑郁症 和狂躁症 在很多时候 脾气完全不受他的控制 只要一闲下来 他就想死 所以他必须一刻 不停地刺激自己 保持新鲜感 他问我 为什么也不想活了 要像他一样堕落下去 我实话实说 把我的经历 原封不动地讲给他听 他沉默了一会 突然问我们 算不算知己 知己对在这个社会 我们都被看成是异类 他们不懂我们 而我却懂你的感受 你也懂我 这还不算知己吗 我有些迷糊不确定地反问 算吗 我读过书 我说算就算 那就算是吧 他突然话风一转 既然我们是知己 不如就在一起吧 我们以后就是情侣了 反正都是要死的人 活着的时候 有个伴不也挺好吗 我的思维 完全跟不上他的逻辑 他更加兴奋地教导 不用想了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是男女朋友关系 你在这世界上也没亲人 我也没有以后 就生死相依了 怎么稀里糊涂 就多出了个女朋友 他瞅了眼 跳跳更兴奋地嚷道 我们还有挑狗 我抱着随遇而安的心态 糊里糊涂地 开始了这段关系 像死之人 莫名其妙多了个女朋友 本以为我和安宁会走向 失了园中 久木和林子的结局 不能同生 却可同死 可故事的走向 却完全出乎意料 每走一步 都充满意外和荒诞 女之间的爱情 一个对活着都没了兴趣的人 又怎么会真的爱上另一个人 我们之间的结合 从一开始就注定以悲剧收场 相处久了 我发现安宁的生活 始终处在两个极端 有时候 他会一个人坐在角落里 一言不发 不吃不喝 焦躁地咬着手指甲 有时候 他又会无缘无故地大喊大叫 砸碎一切能砸碎的东西歇斯底里 还有时候 他会毫无征兆地放声大哭 而更多的时候 他却像是一台精力无限的机器 不知疲倦地折腾着肉体 无节制地喝酒跳舞 寻求各种刺激 没有人能预测他的情绪 前一秒还有说有笑 可能下一秒 就发疯般地大声嘶吼 事后又会哭着向我道歉 祈求原谅 我也曾试图找出规律 研究他情绪的波峰和波谷 却失败了 他的喜怒哀乐 完全是薛定恶的猫 而为了寻求刺激 他依旧会醉生梦死 会跟不同男人开房 没错 其实我们确认了恋人关系 他仍会跟各种各样的男人私混 不同的是 他每周会抽出一两天时间陪我过夜 对于他的背叛 我也从未放在心上 正如我所说的 我们之间没有爱情 没有责任 有的仅仅是两句 能稍微互相理解 在剩余生命中 彼此一微的躯体别无其他 但我们之间终归是有区别的 我是被生活压垮 失去了活下去的斗志和勇气 而他不一样 他是因为有病 打心底里就为了死去而活着 他总是说 我活不长了这辈子 亏欠了灵魂 就不能再亏欠肉体 说实话 我不能完全理解他 但能接受他一切 看似不可理喻的行为 而突然有一天 他对我说 我想出去走走 临死前看看世界有多大 世界上还有多少 像我们一样的人 我没有动心 也没拒绝 对生活都没了盼头 对旅行自然也提不起兴趣 可既然他想去 我决定陪他一起 而在出发前一刻 我们都没想过要去哪 他不知道从哪 弄来了一辆房车 上了车 一路往南开 原因很简单 上车的时候 车头正好朝着南方 就这样 我们开启了一段 漫无目的的旅程 没有终点 也没有重点 只有一男一女 一条狗 几大箱子酒 这一路 我们走走停停 天黑时能赶到城市 就住在酒店 否则就在房车上过夜 不变的是 我们每晚都喝得烂醉 有时候到了一座城市 我们会休息两三天 他依旧会去酒吧 跟不同的男人约会 我多数时候 则是守着跳跳 独自喝酒 就这样停停走走 我们的旅行 持续了一个月 而突然有一天 安宁不安地跑过来 告诉我他怀孕了 长久的沉默 我们两个 谁都不确定 这孩子到底是谁的 当然 考虑到我们相处时间最久 孩子大概率还是我的 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意见非常一致 坚决不能生 像我们这样两个烂人 怎么可能把一个新生命 抚养成人 说不上哪天一死 只留下个可怜的孩子 死 我们也得下地狱 孩子必须打掉 可那时候 又遇到一个难题 我们的口袋里 已经没钱了 甚至连加油的钱 都拿不出来 正因如此 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安宁浅笑着对我说 赚钱没什么难的 尤其是那些 好色男人的钱 的确 谁让他足够漂亮 我不知怎么想的 随口问了句 你好色吗 当然不 我只是需要 不停地刺激肉体 如果有其他方式 更能刺激我 我根本不愿意喝酒 更不愿意碰男人 我无言 然后 他就带回了个 装满现金的信封 终于有一天 我们之间 爆发了第一次争吵 因为我发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对肚子里的孩子 产生了不一样的倾诉 虽然他嘴上说孩子不能留 可实际上 他却故意在拖延 迟迟不愿意去打掉孩子 而我 坚持要他堕胎 我的想法很简单 既然这孩子可能是我的 那就一定不能留 如今的我 别说不可能成为 一个好的父亲 就连能不能活到孩子出生 都是个问题 如果有一天 我真的死了 孩子怎么办 我对于自己的生活 也不在意 可对于 尚在腹中的生命 却不忍心 不能再拖了 我找准时机 趁着他没喝酒 认真的说 别拖下去了 一会就去把孩子打掉吧 不急 过几天再说 为什么还要过几天 我有些愤怒 强压着脾气 我听说 打了孩子的话 身体会变得很虚弱 那我岂不是不能出去玩了 不如等我们旅行回去 再把他打掉 等我们回去 你都怀了四五个月 到时候还能做掉吗 没事 到时候我就是多吃点苦呗 我盯着他的眼睛 将话挑明 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想 打掉这个孩子了 他低下头 许久之后 才轻声说 有一点 我觉得这个小家伙 真的很好玩 他在我肚子里的时候 你发没发现 我的情绪稳定了许多 甚至有些时候 我能从他身上 得到之前没体验过的快乐 你这样想 是不是太自私了 我们两个 能抚养他健康长大吗 他声音压得更低 道理我懂 可我就是想再多感受一段时间 当母亲的快乐 安宁 我们不能这样 我们两个怎么样都行 不能让这孩子 下一瞬 他像是魔鬼附体般 猛然抬头 够了 我的身体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没有人管得着 这是我的车 你要是不愿意待 可以滚出去 我一气之下 拿起衣服 真的下了车 去不远的地方抽起了烟 没过一会 他不出所料地恢复了理智 静悄悄地走了过来 依偎在我的背上 问 老天为什么要创造我这样的人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是啊 老天最爱捉弄凡人 他忽然又说 你见过大海吗 没有 我也没见过 都说生命源自于海洋 也就是说 我们都是大海的孩子 我想去看看 听听大海母亲的意见 再决定要不要这个孩子 于是 我们连夜出发 整整开了三天的车 见到了大海 第一次见到大海时的感受 因人而异 因时而异 各不相同 我那时满脑子都是如何让安宁 打掉肚子里的孩子 见到海 没有激动或失望 只是想到一个问题 大海育育第一个生命的时候 想过要对生命负责吗 安宁依旧是那个安宁 远远见到大海 就迫不及待跳下车 冲进了海浪里 直到海水没过脖子 还在拼命向我挥手 他的热情 来得快 去得往往更快 对于大海的热情 只持续了一天 第二天起床后 他便对乏味的大海失去了兴致 抱怨海边其实没什么好玩的 多不如酒吧喝酒 可很快 他又被别的是吸引了 我们躺在沙滩上 晒着太阳 距我们不远的地方 有年轻的一家三口 正用沙子堆积着城堡 父亲用铁线挖沙子 母亲负责具体的搭建工作 小朋友在父母间来回奔跑 像一头无忧无虑的小兽 我惊奇地意识到 那天下午 安宁从头到尾都很安静 就那么静静地看着这个三口之家 嘴角挂笑 第二天一早 安宁早早来到沙滩 他没有说 可我知道他是在等待那一家三口的出现 可从早到晚 只有昨天的城堡助力 当天晚上 安宁又莫名冲我发起了脾气 我知道他的怒气从哪来 便一言不发地等他爆发完 等他彻底安静下来 我说出了长久以来的想法 要不我带你去医院 等你治好了病 也可以拥有一个家 有一个可爱的孩子 谁知换来的确实 你才有病 你全家都有病 我终归是改变不了他 打不破他心中壁垒 可我在那一瞬间发现 我对于是否一定要死 有了一丝动摇 觉得活着似乎不是不能接受的事 这个想法 我没敢告诉安宁 那一家人永远不会知道 他们曾在无意的嬉闹间 改变一个陌生人的人生轨迹 安宁又恢复成为了以前的安宁 少了刺激 他活不下去 一天早上 我醒来的时候 发现他不在车上 只留我喝跳跳 来到海边 远远看到他进上了一艘游艇 穿着泳装 从甲板上一跃而下 不久之后 他又站在滑板上 晚起了冲浪 少了外套的包裹 他的腹部鼓起明显 怀孕期间 不断地挑战身体极限的人 也未有安宁了 我那时想 如果在冲浪的时候 发生意外 他肚子里的孩子不小心没了 也许是个不错的结局 可我立刻给了自己一巴掌 什么时候 自己变得这么恶毒了 很快 站在甲板上的安宁 就看到了海边的我 他冲我挥手 我上了游艇 上面清一色的俊男靓女 其中带头的一个男人 我看着有些眼熟 却记不起在哪见过 男人见到我 笑着过来跟我握手 自我介绍到 我叫赵鹏 听安宁说 咱们来自同一个城市 算是他相遇故知了 缘分 赵鹏对我和安宁 格外照顾 还邀请我们留下 跟他们在游艇上玩 一切开销 都算他的 我没什么兴趣 可既然安宁愿意 我也只好留下 就这样 我们跟着一群年轻人 又在船上封完了一夜 很快 我就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 纵使船上有许多美女 可赵鹏的视线 始终落在安宁身上 尤其是他在做危险动作时 赵鹏似乎比我还担心 眉头紧皱 第二天傍晚 我无聊刷着手机 翻开了以前的相册 相册里 有一张是在烟雨九四拍的 混乱的人群中 我近视发现了赵鹏 虽然只是个侧脸 我还是一眼认了出来 事情有些蹊跷了 他竟是跟我去过同一间酒吧 这么说来 赵鹏的出现 绝非巧合 更有可能的是 他早就认识安宁 而且他们之间 曾发生过什么 想到这 我顿感一阵悚然 可我连死都不怕 还怕什么阴谋诡计吗 我想到的应对之法 就是跟赵鹏 开诚不公地谈一谈 夜晚的海风吹在身上 很舒服 赵鹏站在围栏旁 眺望远方 可实际上在漆黑的夜里 海上的一切风景 都模糊不清 我递给他一瓶啤酒 他见到是我 客气地让来的位置 谢谢 我开门见山问 你到这来 是为了安宁吧 他并未表现出吃惊 而是镇定反问 你认出我了 当然 赵大公子 家里有两个上市公司 在咱们那算是顶尖富二代了 他叹了口气 富二代 可也只是二代 能不能直说 你找安宁 为的是什么 他仍是不急 我先要确认 你能替我保密 只要你答应 不会伤害到安宁 我会考虑保密的 他沉默了一阵 安宁肚子里的孩子 到底是谁的 我实话实说 我不知道 可能性很多 不瞒你说 这孩子也可能是我的 按照时间计算 我和安宁出去那一次 时间也刚好对得上 我立刻了然 他竟是为了 安宁肚子里孩子来的 安宁知道这件事吗 他没认出我 安宁睡过那么多人 不记得他 也属正常 我问 你为什么想要这个孩子 对你来说 生个孩子很难吗 他又叹了口气 不是很难 而是在没希望了 什么意思 我前些天运动时 发生意外 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 这就是你为什么希望 安宁肚子里孩子是你的 当然不全是 他一口喝进瓶中啤酒 更重要的是为了 继承那该死的家产 我们家的情况特殊 我还有个弟弟 如果我没孩子 那我父亲必定 让我弟弟继承家产 我能分到的 就会很少很少 毕竟他这种人 考虑最多的是家族传承 只要我有了孩子 就能负贫子贵 至少分的一半家产 归根结底 还是豪门争斗 可以这么说 我本已绝望 却突然得知安宁怀孕了 而孩子有可能是我的 这让我重新燃起了希望 我立刻笃定地对我父亲说 这孩子就是我的 我要把他的儿媳妇 和孙子带回家 所以 你找了过来 又请了一群演员 跟我们装成手语 没错 我疑惑到 可你也知道 孩子大概率不是你的 是我的最好 不是 也没关系 有钱能使鬼推膜 只要我花钱 从医院弄出个亲子证明 不成问题 倒也有道理 他又叹了口气 可我却是搞不定安宁 如果对他说实话 他多半不愿意跟我回去 就算他愿意 就他这疯疯癫癫的样子 也一定瞒不过我父亲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先等他把孩子生下来 可我听说 你准备带他去堕胎 是的 像我们这样的人 生下孩子等同于造孽 安宁的病 我可以替他找最好的医生 我觉得他能恢复正常 至于你 我知道你的故事 做生意亏了本 从此一蹶不振 其实没必要 做生意就是有输有赢 男人嘛 再赚回来就是了 论了一下 他继续说 我能够帮助你 让你重回巅峰 你以前的生意 都是小打小闹 我能让你更上一层楼 我扑斥一笑 真瞧得起我 做生意 赚钱 我这副人不人 鬼不鬼的样 就算赚了钱又能怎样 他见我并不感兴趣 又说 除了赚钱 你还想做什么 我都可以满足你 只要你能帮我 继承家产 你太小瞧 不在乎生死的人了 他也不生气 拍了拍我的肩膀 不着急 你慢慢考虑 说完 他便离开了 我们的谈话不欢而散 我犹豫着 要不要把前因后果 都告诉安宁 最终放弃了 接下来几天 游艇上依旧欢声笑语 可我知道 赵鹏仍在寻找机会 说服安宁生下孩子 随他嫁入豪门 我了解安宁 豪门对他来说 并不比一瓶酒有吸引力 所以他必然会失败 可还没等我目睹到赵鹏的失败 他就火急火燎地离开了 临走前 他对我说 家里有突发情况 需要我亲自去处理 等我忙完手头的事 立刻联系你们 终归这是要有个解决办法 对你 对我 对安宁都好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希望你能照顾好安宁 我照不照顾他 跟你没办毛钱关系 照鹏这一走 就是十几天 而我和安宁 则在两天后就离开了海边 之所以急着离开 是因为安宁对大海忧逆了 他想去看雪山 没得选 我只能陪着 安宁还是那个安宁 靠着刺激才能活着 途中 他突发奇想 又去玩了蹦极 若非他隐瞒怀孕的事时 又穿着宽松的外套 店家根本不会让他玩 实际上 这个女人做出什么荒唐事 我都不会意外 我们偶尔还会为堕胎的事争吵 却没有结果 九天后 我们来到了雪山 相较于大海的辽阔 雪山给人的市局冲击 更多是苍茫 如果说 大海使人联想到心声 雪山则会让人联想到死亡 而对于酷寒的雪山 安宁的兴趣似乎要比大海更大 我们用了两天时间登顶 见过山顶风景后 又原路返回 可刚走到山腰 我就接到了赵鹏的电话 他与其交集 在电话里急声问道 你们是不是在雪山 你怎么知道 先别管我怎么知道的 我这几天都联系不到你 山上没信号 长话短说 你们现在很麻烦 我弟弟死了 出了车祸 我父亲已经派人去抓你们 他的人应该就在雪山下 你们最好能绕路走 你弟弟死了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现在形势变了 我弟弟死的时候 也没留下子女 现在安宁肚子里的孩子 就成了唯一的希望 他还敢拿我们怎么样 不怕法律 你不懂 对他来说 没什么比家族传承更重要的事 为了争取最后一线希望 他会不顾一切把他带回来 确定孩子是我们老赵家的种 你不知道他是怎么起家的 他这种人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可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我弟弟一死 我就是唯一的继承人 即使没有孩子 一切也都会是我的 我瞬间懂了 如此一来 有没有儿子 都无碍赵鹏 集成家产 他最后说道 你们一定得信我 尽快找地方躲起来 其余的事我来解决 挂了电话 我仔细思考了 赵鹏所说话的真假 我觉得 他没理由骗我们 原因很简单 如果他弟弟真的死了 那他确实不再需要这个孩子 如果这个孩子 最后证明不是他的 他更是不好跟他父亲解释 而他既然能找到我 要真想抓住安宁的话 不打这个电话 守住带兔会更容易 由于再三 我还是把整个事情的经过 讲给了安宁 跟我想象的不同 安宁听闻赵鹏的说法后 不算太吃惊 我本以为 他知道真相后 会选择绕路 或是报警 可我再次嘀咕了他的疯狂 他显得很亢奋 就像小孩子得到了新的玩具 兴奋到 这下变得好玩了 没想到怀个孕 能遇到这么多有意思的事 在我震惊之际 他又说 如果赵鹏没骗我们 那我们的房车 应该已经被人监控了 是的 所以我们不能回去 不 回还是要回去的 跳跳还在车上 那你打算怎么办 趁着天黑 把跳跳偷出来 然后再看情况 决定下一步干什么 我沉默片刻 终于还是问出 一个孩子 牵扯出这么多问题 你还没闹够 这一次 他盯着我的眼睛 认真说道 够了 这次回去 我就打掉这孩子 你说的对 我不配生下他 等天彻底黑透 我们趁着夜色 向着停车场靠近 一路上 并未见到可疑人 可在我拉开车门的一刹那 车里瞬间冲出两名壮汉 我们转身要跑 又从周围围上来三个人 落入这群职业保安的手里 我们根本没有逃走的机会 任凭我们大声呼救 他们始终一言不发 硬把我们拉上车 还收走了手机 对待我 他们丝毫不手下留情 动作粗鲁 倒是唯独对于安宁 下手很轻 我们被绑架了 这时候我才后悔 不该听安宁的话 而是该早些报警 我知道 他们这是要把我们 带去见赵鹏的老爹 而重点 还是安宁肚子里的孩子 我最害怕的是 还是发生了 如果那孩子真是我的 当赵鹏父亲查明真相 又会做出什么举动 如今落入他们手里 只能任人摆布 既然是绑架 他们也不敢做公共交通 返回的路 乘坐的是他们自己 带来的几辆商务车 我和安宁两个 被分别压到一辆车上 每辆车上除了司机 还有一名戴着墨镜的保安 时刻看守 到了晚上 也是他们先开好房间 才把我们带进去 依旧是分别看守 看着驾驶 到达目的地之前 是不打算让我和安宁 有任何交流 路上安宁始终在不停地闹 有时候还会冲着保安 又打又骂 可换回的只有沉默 那些保安甚至连躲都不躲 连续几天 这群人没跟我们说过一句话 闹得累了 安宁便躺在车上睡觉 真不知道再有几天不喝酒 他会不会憋疯 直到我们被抓的第四天 我们起早被压到车上 安宁与我摇摇对视一眼 眼神较以往有些不同 我却说不出哪里不对劲 我心底 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 坐在车上 我心情变得异常烦躁 商务车共有四辆 我跟安宁被加在中间 安宁的车在我前面 我透过前面窗户 不住往他的车里瞄 却什么都看不见 隔在往日 安宁一上午总要闹腾几次 大喊大叫 今天却是出奇的安静 到了中午 前面车上却忽然传来叫喊声 持续了一会 车停了下来 一名保安抱着跳跳 来到我们车上 说了一路上的第一句话 那姑娘吵着 让我把这狗交给你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安宁想到了逃跑的方法 我心里更加坠坠 胡思乱想 跳跳见到我 很是开心 不停地用额头蹭我的胸口 我则轻柔地抚摸他的后背 我想破脑筋 也想不出安宁 想表达什么 很快车子驶上了一座大桥 我猛然想到了什么 更加紧张地看向前面 不想预感越来越重 一路无事 可就在车江要驶过大桥之际 安宁所在的车 却猛地一个转弯撞破栏杆 直直冲向了右侧水面 紧接着 后面的车全部急杀 停在了大桥 屋 上 保安们纷纷下车 朝大桥下方望去 大桥的栏杆被撞断 而那辆车正往下沉 这下是闹大了 保安们毕竟只是拿钱办事 在警察赶到前 就纷纷逃走了 等到救援队伍赶到 已经是二十分钟后 从始至终 我都站在大桥上 脑海一片空白 直到警察问话 我猜原原本本地 把我们被绑架的经过 讲了出来 事到如今 我对警察再没有任何隐瞒 说出了赵鹏父亲 才是幕后指使者 后续的事 就不是我能掺和的了 安宁的尸体被打捞上来 除了他 司机和保安也都没能救活 我隔着老远 呆呆地望着 却是掉不出一滴眼泪 看着他有些浮肿的尸体 衣服紧贴在身上 腹部的隆起越发明显 不知为何 我在那一瞬间感受到了解脱 更是有一瞬间 我望向大桥 也生出了一跃而下的冲动 我这一生 再没经历过那种感觉 仿佛作为一切事物 都与我无关 后来 警方根据行车 记录以内的声音 结合推理 大体弄清楚了事故原因 原来是安宁 趁着司机和保安没有防备 猛然向右转动方向盘 致使车辆失控 撞破围栏 掉进了水里 其实我早就猜到了 因为我和安宁 曾驾驶房车 路过这座大桥 我们当时就注意到 桥边栏杆有破损 挡不住高速行驶的汽车 一切都水落石出 最终 他还是鼓起勇气 选择带着腹中胎儿 一起赴死 我又经历了警方的层层询问 确定我是受害者后 才放我离去 警方在查到线索后 也第一时间逮捕了赵鹏的父亲 而不久之后 警方又收到几封匿名举报信 上面清楚地列举了赵鹏父亲 另外几桩犯罪事实 证据确凿 绝无抵赖可能 在当地民动一时的大企业家 就此陨落 可这些 我却已不再关心 我准备为安宁办一场葬礼 参加葬礼的 有我 还有跳跳 跳跳 我再次回忆起 出事前 安宁看向我时的复杂眼神 然后 他又大吵大闹地 让保安把狗交给我 事情真的这么简单 我立刻抱起跳跳 发现了一个重要细节 以往安宁很少用链子拴着它 而交给我的时候 他的脖子上带着一根绳子 我解下绳子 细心查看之下 竟发现绳子中间夹着一张纸 那竟是安宁留给我的一封信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或许死了 或许没有 可我希望 我已经死了 你一定觉得我的行为 过于疯狂 可这就是我 你知道的 没有那种让我肉体站立的刺激 我活不下去 我还记得 我们曾相约一起去死 抱歉 我食言了 因为到头来 我发现我们不是同一类人 我死是为了解脱 你是为了逃避 而我最对不起的 还是肚子里的孩子 他才是真的无辜 你说的对 像我这种人不配生孩子 可我实在太喜欢他了 我能感受到他的存在 在我肚子里 小小的 一团 让我在生命的最后日子 体会到了温暖 在怀上他之前 我的生活是暗不见光的 尤其是我的内心深处 布满了灰尘 杂草丛生 它就像一道温暖的光 射进了我的心里 让我体会到了 活着有时候真的很美好 对了 在怀了孩子之后 我就没那么想死了 可我知道 这只是暂时的 一旦我真的生下孩子 我的病情还会恢复如初 我陷入纠结 我舍不得在活着的时候 打掉他 所以 我选择以这种方式 结束这段孽缘 说了这么多 其实是想告诉你 我们其实不一样 从一开始就不一样 我想死 是因为有病 而你却是因为认命 你是个好人 你的人生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只要你能打破心魔 生活终归能回到正轨上 对了 还有件事 犹豫了很久 还是决定告诉你 我可能有些喜欢上了你 对我来说 什么是喜欢 终归说不清楚 也许有些人 根本不会爱 爱是一项技能 一种本事 需要后天学习 而我从出生起 似乎就缺少这种能力 就像有些残疾孩子 生来就学不会奔跑 跟你一直猜测的不一样 我从小没有受过伤 有着幸福的家庭 爱我的父母 我的童年没有创伤 需要治愈 可世界上 并不是什么事 都是后天决定的 我的残疾 不在肉体上 而在精神上 说回正题 我为什么会觉得 喜欢上了你 有一次 我又犯病了 无缘无故 冲你大吼大叫 过后 我竟是莫名地心疼起来 满脑子都是你 怕你从此讨厌我 那一晚 我躺在别的男人的床上 梦到你离我而去 我竟是哭醒了 我不喜欢旅行 可我的病情越来越重了 我没有更多的勇气和能量 对抗死亡的召唤 临死前 我想跟你多走走 多看看 其实只是希望你能在我死后 对我记忆更深些 记得更久些 看着那个傻大哥 把跳跳抱给你 仅仅是几步路 我却像是走了半辈子 疲乏至极 可当你接过跳跳的时候 我却忽然觉得解脱了 没了我 至少还有你们两个 相依为命 我想 跳跳一定死在你的前面 当他死的时候 请你把他埋在我的身边 我活着的时候 太过孤寡 死了之后 还是希望有他陪着 算了 这条不算数 如果条件允许 我希望自己的骨灰 一半散入大海 一半埋在雪山 我们见过山 看过海 都说山水有重逢 可惜这辈子是没机会了 不知道该说什么 感谢你这几个月的陪伴 可惜不能陪你走下去了 你叫杨凡 可在我心里 你并不平凡 活着虽难 答应我 好好活下去 安宁的葬礼上 只有我一人 我静坐在他生前 留下的唯一照片前 那是他站在雪山上 我给他拍的 觅着光 却笑容灿烂 他生时过得不美满 死时也走得不安详 那一天 跳跳出奇的董事 趴在我脚下 静静地看向照片中的人 我准备了许多酒 陪着他聊天 喝酒 送他最后一程 他这一生都在痛苦中度过 为了缓解苦痛 他只能无时无刻 不刺激柔身 我不认为他做错了什么 他何尝不是的可怜人 我对着照片呢喃细语 跟他说着心里话 我向他道歉 对不起 我也失言了 我打算重新好好的活着 而不是被生活压垮 经过这次的事 我想了很多 我决定勇敢活下去 生活中纵使有太多磨难 我也要证明给你看 如果有转世 你还有记忆 我希望你能看到 我是多么坚强 希望能成为你的榜样 我想证明给你看 就算世道再差 命运再不公 咱们也能活得不比别人差 你放心 我会替你好好照顾跳跳 不多说什么了 婆婆妈妈的 你不喜欢 一会又要翻脸骂我 我醉了 啰啰嗦嗦间 竟是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 我被一阵狗飞声惊醒 跳跳正冲着门口狂吠 来人 正是赵鹏 没有多余的开场 他竟只走到照片前 扑通跪了下来 口中念念有词 不知在说着什么 期间 他仰头喝了一瓶白酒 半晌后 我主动问道 警方收到的证据 都是你记得吧 真想挖出你的心 看看到底黑成了什么样 为了钱 竟是把自己老爹送进监狱 有些事 不完全是你想的那样 人活一世 没有谁真的轻松 更何况想要的越多 付出的也就越多 模棱两可的回答 那你当时打电话给我 是真的希望我们能逃走 是真的 毕竟安宁肚子里怀的 很有可能是我的孩子 你那时候 已经准备对你老爹动手了 他点头 我弟死后 老头子彻底变得疯狂 做事不管不顾 任由他胡搞下去 不光是他要出事 我们整个家族 都会受连累 那如果安宁没有死 我们真被带了回去呢 那也没关系 我已经做了充足准备 我弟死后 我的计划就启动了 那半个月的时间 我已经控制了 老头子身边的人 其实你们被抓了 也会落入我的手里 他继续说 可遗憾的是 安宁肚子里的孩子 终归不知道是谁的 当然 也可能不是我们两个的 这将会是个谜 永远的谜啊 安宁算是幸运的 不用再受苦了 身心都有了寄托之地 也就是说 你父亲以前做过的烟杂事 你也都参与了 没错吧 想做大事 难免会做一些坏事 从古至今 都是这样 对于赵鹏 我突然没了聊下去的兴致 他不配 人世间有些东西 他终归不会懂 比如爱 比如责任 临走前 他又冲着安宁的照片 鞠了一躬 背对着我说 争取活着 活着 就能替安宁 多看看这个狗日的世道 看他走出房门 我按下了录音暂停键 里面有我们全部的对话 录音传出去 即使法律不能制裁他 道德的控诉 也够他合以活的 全文完